我遇到一场车祸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脚被锯掉了 我住在绑儿 我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 七点半就要坐地铁来到克拉码头 大概一个小时 2009年我遇到一场车祸 我受到很大的刺激 我先生离开我 我还得带着三个孩子 人生真的很辛苦 停了什么都没做 发现癌症又来找上我 我中了大肠癌 经过了电疗和动手术 休息了大概有八年的时间 无法工作 到最后我鼓起勇气 又开始在马来西亚卖鸡饭 卖了一年 发现脊椎骨压到神经线 回来新加坡 医生说我必须要拍刀 拍完刀我在医院住了一年 在去年一个卖鸡饭的朋友 会走的 今年有一个老板来我的家 吃我亲自煮的鸡饭 他说味道很好 之后他必须要回国 就把这间店免费的交给我 一旦我拿下这间店 就会失去政府给我所有的福利 我决定继续传承锐鸡饭 我的店叫莫锐鸡 锐鸡的创始人叫莫如锐 这是我母亲的舅舅 我母亲也跟她做了工 也学到了一些手艺 就把手艺传承给我 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传统的鸡饭 希望就是把瑞鸡的鸡饭传承下去 这条路不好走 我没有继续 为了瑞鸡 我会勇敢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